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水区天生国小在校门口一直到学校的中庭 过去在下雨天都有积水问题 校长表示在101年争取下经费今年才到位 并且进行了施工 现在完成了学校也举办启用仪式 淡水区天生国小在校门口与进到学校的中庭 在过去下雨天都会有积水的问题 而校长表示由于学校中庭地平 与校门口外的道路有数公分的落差 而在过去前任黄校长在101年争取下 经费到今年才到位 并且进行施工 现在看到的都是才刚完工的中庭与校门口 因此学校更举办了启用仪式 让这一整片的中庭可以更加美丽 那在设计的理念上面 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我们淡水的特色 包含渔人码头 以及我们的海洋的特色 以及在我们社区当中 散板船的特色 那这三个特色我们融入在我们的大门设计 以及在我们的中庭的设计上面 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的工程 让我们的中庭的积水问题获得了解决 校长表述这一座校门与中庭的整修工程 不只是有市议员争取八十万元的经费 在设计上面更使用了天生国小附近的 鱼人码头情人桥造型 以及散板船的特色 融合许多在地元素 而中庭从空中俯瞰就像是一只鲸鱼的意象 此外议员更说为学校争取 就是希望学生能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我希望学校的环境会改善得更好 让我们小朋友在上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安全 让我们家长更放心 每当学校跟我们要求我们协助 我都会全力以赴 那希望我们各个学校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我也都会来全力以赴的来协助帮忙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未来我们一定要 全力来让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各项的软硬体 可以更加的完备 所以未来如果有任何的一个学校的校舍 或者是软硬体的需求 我们都必须尽量的给我们的学校 或是我们的学生来做一个辅助 我想有让学生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可以让他可以在更好的环境当中 更舒适环境中来做学习 此外在这场活动当中 也结合了天生国小家长会长的交接典礼 原本的家长会长郑凯奇将卸任 由接下来的会长邓有光接任 而郑凯奇过去为学校付出许多活动与争取经费 现在工程升退 由深远汉科技大学的国际处处长邓有光接任 也希望未来能够为天生国小 带来更多的学习与资源 让学生更有国际观 记者许多艺带学生摸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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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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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